至於日本大地政這個事情 市民黨跟民主黨之間還是有一些那個 所以我們從外面看 好像看似他們是合作的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禁足的關係 任何政黨都有競爭的關係 不可能是說完全意見一致 然後完全融合 這不可能 任何政黨一定有他政策取向上的差別 或者處理事情上方式的不同 所以政黨之間的差異一定存在 你不可能讓政黨完全是一樣的 那樣子的話民主是沒有意義的 那自民黨跟民主黨在這一次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沒有錯 在那個場景裡面 他們沒有太多的政治的禁足在裡面 也一定的程度有一種協助的成分在裡面 八八水災裡面 民進黨至少我做主席的 告訴我們的政治人物 在這個時間點不是我們做政治禁足的場域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帶領的這個國家來對這個 帶領的人民來對這個 這個政府做很重的批評 你如果回想在八八水災裡面 很多的批評都是來自民間 而不是來自於政黨 反而在八八水災裡面 民進黨帶頭做很多的志工 跟籌捐款的這些活動 在那段時間 我們籌組了很多的志工到中南部去 也協助了很多志工到南部的災區去幫忙 其實八八水災最成功的一個例子 最成功的一面 就是在台灣發生那麼大的災難裡面 有那麼多的志工 在最短的時間裡面投注他們的這種協助 這是一個台灣社會裡面令人感動的事情 其實政治是一回事 但是到了災難的發生的時候 那種同在一條團的心理 跟整個社會民間的力量的發動 其實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EPPA這件議題 它適合共同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其他的在民主的機制裡面的程序 先要把它做得完整 那為什麼在前階段 民進黨要主張說要EPPA工作 因為在整個EPPA處理的過程中 我們國會沒有辦法有實質的監督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也沒有辦法有足夠的資訊 我們也沒有辦法知道這個政府跟對方在談什麼 那談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只好以EPPA的公投 讓社會這個訴求 讓社會來開始聚焦在這個事情上面 也希望透過EPPA公投的過程中 大家來進行辯論 大家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的公投法 其實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的公投法 其實說它是鳥籠公投也是對的 那你剛才問到說 民主國家是不是每件事情都適合公投 我告訴你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適合公投 但是也不能夠說你要全部封殺它 把你的公投的範圍限縮到幾乎是沒有辦法公投 你想想看自從我們有公投法以來 有什麼事情公投過 唯一的一件大概都是那個 比較成功的案例大概就是澎湖的國一的公投 那在馬政府的這幾年的執政裡面 幾乎沒有一樣是可以公投 我覺得在一個民主國家 大家對公投真的不要那樣的戒慎恐懼 你覺得它是一個災難 它不是 它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常態 只是政治人物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什麼時候要公投 什麼時候不公投 那哪些事情是適合全民來一起做決定 政治人物跟政黨要去思考 那前階段的AFRA 公投的訴求 其實它是比較一定的程度 它是因為在整個處理AFRA 的過程中 這種缺乏透明性 缺乏民主的實質監督 所造成的一種社會 希望透過AFRA 公投的訴求 讓社會能夠聚焦在這個問題上 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表示意見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簽了 所以如果我們接手這個政府的話 我們必須要照這個國家的體制來處理這個問題 也必須要讓它整個問題能夠透明化 也能夠讓它能夠有一個國會 跟行政跟立法部門有一個實質的討論 如果要做任何的調整 也必須要經過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是我們基本的態度 我是受英國教育的 所以這種政治的場域裡面 什麼事情應該公投 什麼事情不應該公投 不應該公投的理由是 不適合公投的議題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執政者必須要挑起責任 你的立法機構也必須要挑起責任 在這些議題上面 能夠發揮你必須要負的責任 當你不發揮這個責任的時候 那你這些議題只好讓人民自己去處理 所以這個先決的條件 必須是你的行政跟立法部門 是可以充分發揮他在憲法上賦予他的功能 所以適不適合公投 應不應該公投 其實還是相對於說 你在體制裡面的行政跟立法部門之間 他有沒有盡到他自己應該要盡的責任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前提 還有一題的空間嗎 對 還有最後一題 好多人喔 不然就 那個站著一直揮手那位同學 蔡文綺女士你好 我是物理系博士班三年級的學生 那我有一個主要的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你剛剛一直有提到關於研究的方向的部分 那以我所瞭解 像我可能再過一年就可能會畢業 一年到兩年就可能會畢業 那未來雖然我可能會出國 但是台灣還是身我養我的地方 所以我最後還是應該會想要回到台灣這個地方來工作 那但是就研究這個領域來方面呢 就我所瞭解到的是 在研究這個領域方面 研究的方向 常常常會跟政府主要的有關係 舉兩個例子來看好了 像美國或是日本 美國最近的研究方向就慢慢往很遠這個方向走 日本就往一些生物的方向走 當然我想是在理科的這個方面 那所以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不知道你對台灣十年二十年 未來的研究方向的領域 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那我們跟日本 或是跟我們附近的國家 美國 日本 甚至是南韓 我們的優勢 或是我們的機會到底在哪裡 謝謝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好的科學家跟工程師 這真的是台灣最大最大的一個資產所在 可是我們很多的科學家跟工程師 他們所研發出來的東西 常常就放在架子上 因為沒有人給他做商業開發 這是一個我們最大的問題的所在 所以問題很可能不是在理工科的這個學科 問題可能是在商學院 那我們缺少了一組人一個體系 把科學家跟工程師 甚至於發明家創新者的東西 把它變成是一個市場上有價值的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的所在 那你覺得我們的社會裡面 需要什麼樣的研究方向 我知道我們的國科會 在每一段時間 他都會設定一個國家的主要科技發展方向 他那裡會設定 你剛剛講的能源跟生物科技 其實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這些領域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真的有很多的研究 那真的也有很多的專利 但是有多少是成功的轉換成商業化的創新 這個是我們在問我們自己 所以 但是我必須要再講 畢竟我們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國家 那美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有很多的研究資源跟研究的人才 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到 就是說我們在投入我們的研究發展的資源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它全部都投放在我們的基礎科學呢 還是在應用科學上面 那如果我們跟美國一樣 像大量的投入在基礎科學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就是說 是投入很多很多的資源 相對投入很多的資源 但是我們在把它從基礎科學 再衍生到另外一個商業化的過程 這個所耗費的資源跟成本 很可能不是我們這個經濟體裡面 它可以承受的 所以我們在分配這種研究資源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時時想到 我們的經濟的規模跟資源 可以利用的能量 跟日本跟美國其實是不能能量器官 所以我們在尋溯我們的發展方向的時候 也要注意到我們自己的資源的有限性 那我再回應再一次講 臺灣真的最大的資源就像你一樣 我們有很好的科學家 也有很好的工程師 但是科學家跟工程師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可不可以跟你領域之外的人 共同合作去做一個創新的事情 是最大的挑戰 那另外 當你們做出一個創新或者發明之後 怎麼樣變成是一個可以商業化 有商業價值的東西 又是另外一個挑戰 這是我們今天面臨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那 我再講一次 我們很多科學家 很多工程師 真的有很多的發明 發明完了以後就放在價值上 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非常謝謝蔡主席呢 今天來中山大學 替我們就是開個這麼棒的講座 那我們今天演講就到此為止 然後現在就是開放一個 可以和蔡主席一起拍照 然後簽名的集團 來 下一位好嗎 來 三 二 一 好 再這樣來 三 二 一 好 謝謝 來 拍個夜快點 好 來 拍三次 一 二 三 耶 哈哈哈哈哈 對不起 啊 那 página 抱歉 交待了 我如果不會回去 我今天要不要回家了 好